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成益古装巨鹿独领风骚,新武侠时代的先锋者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正在热播,而成益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片不久前刚刚杀青 剑在天地间徜徉,倒在此间闪耀,王权与富贵之间,剑光与智慧相互辉映 成益以其自然的演技和流畅的打戏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莲花楼》中,他通过李莲花一段红绸剑舞片段引发了全网热议,迅速走红 成名作《琉璃美人煞》中,他饰演的与思凤眼神戏份丰富,成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迅速跃升为一线演员 随后,在与杨子合作的《陈香如谢》中,他一人分视多角,展现了出色的演技,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古装剧中的地位 《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杀青后,成益立即进入了富山海的剧组 这次他再次挑战多个角色,这是继《莲花楼》之后,他主演的又一部大男主武侠剧 富山海有鼓励娜渣、徐振轩、刘孟瑞、丁孝莹领衔主演,陈玉琪特别出演,改编自温瑞安的小说《神周奇侠》 该剧讲述了一位酷爱武侠小说的青年肖明明,通过小说男主角肖秋水的视角,体验了一段江湖冒险 从一个武力低威的少年剑客成长为一个为家国奋斗的大侠的故事 肖明明在现实生活中也继续创作小说,传递着一起巨人的信念 主人公肖秋水正气凛然,一波云天,广结江湖豪杰 然而,他所在的幻花剑派被全力帮合住大天王两大势力毁灭 肖秋水决定踏上为国为家的复仇之路 通过机缘巧合,他吃下了武林第一人艳狂徒留下的无极仙丹 并得到了各派高手的青囊相授,最终学会了梦寐以求的忘情天书 手握天下英雄令,召集天下英雄组成神舟结义,抵御恶势力 并与岳飞联手抗击外族侵略,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篇章 温瑞安表示,虽然神舟奇侠是他年轻时的作品,但这部天书在他心中有着无法超越的地位 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武侠界的地位 赴山海有望成为成,一季莲花楼后的又一部暴剧 尽管承意在武侠剧中表现出色,但一些网友质疑他是否专攻武侠剧 承意还有一部与李依同合作的代播古装武侠剧英雄制 虽然他在古装剧中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粉丝们希望他能多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跳出舒适圈,拓宽演绎事业 事实上,诚意不仅仅专攻武侠剧,他在现代剧中也有出色表现 在冒险悬疑剧《怒海前杀之秦岭神术》中,他首次挑战艺人分饰两脚 饰演了淡然冷漠的张启玲和热血男儿张不逊 在谍战剧《身前》中,他饰演了有洒脱不积转变位 沉默谨慎的云洪申 在与心直累合作的惊悚爱情电影《鬼爱》中 他饰演的苏杨义正义邪 在现礼剧《理想照耀中国》中,他饰演了志愿军战士关崇贵 与张雨希三搭的都市爱情剧《南风之我义》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尽管如此,成义的古装剧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 他作为一个金牛座演员,演技扎实,勤奋刻苦,常年无缝禁组 被称为横店打工人专属,名副其实的古装男神 然而,成义也面临一些争议 此前的黄俊杰官宣赴山海特别嘉宾事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最近赴山海主演黄日盈在武术训练时受伤 脸上缝了七针 工作室紧急回应称目前状况稳定,正在休养中 这些都显示出赴山海是真刀真枪的真武侠 而成义一向亲自上阵打戏,观众可以期待他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 成义的出色表现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自身努力和天赋 更是因为他对每一个角色的深入理解和认真演绎 他能够将每一个角色的特点和情感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沉浸在剧情之中 因此,他不仅在业内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也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偶像和楷模 魅力四射 赵露丝华丽亮相品牌活动 冰蓝礼服进展女王风范 赵露丝最近参加某品牌线下活动的照片曝光后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和关注 在这次活动中 他身穿一袭冰蓝礼服 尝试了贴头皮盘发发型 举止优雅大方 展现出了令人赞叹的形象 这次露丝的出色表现 让他的粉丝们更加期待他的未来表现 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 赵露丝被问到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他机智地回答 粉丝 这个回答立刻引起了在场粉丝们的欢呼 展示了他的幽默和智慧 接着 他又被问及对成都朋友的祝福 他笑着说 希望你们天天开心 这番祝福让现场的观众们异常兴奋 掌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 赵露丝在活动中的出色表现和机智回答 引发了网上广泛讨论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赵露丝太漂亮了 看不够 请多参加活动 这种面部线条饱满的年轻女孩真好看 最近的造型都很棒 造型师真厉害 真的很美 头骨状态也太好了 粉丝们对他的造型 颜值和机智回答赞不绝口 并期待他带播的剧集《珠连玉幕》能早日播出 在信息时代 明星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赵露丝的智慧和幽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优越头骨和出色造型也备受称赞 粉丝们认为他不仅颜值在线 而且演技也备受认可 尽管赵露丝目前没有参与太多的综艺节目或新剧 但他通过时尚活动等形式与粉丝保持互动 受到了粉丝们的喜爱和支持 这不仅是他个人形象的传播 也为他即将播出的剧集增加了关注度 赵露丝在娱乐圈中独具魅力 他不断努力拍摄好作品 并用真实、自然的态度与粉丝互动 这种互动方式让他与粉丝们更加亲近 人们更加期待他未来的表现和作品 赵露丝凭借出色的造型和机智幽默的回答 在品牌线下活动中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 他的魅力和才华让人们深深着迷 并对他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 这位年轻而有实力的女演员将会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 她将继续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 在舞台上与粉丝们共同成长 赵露丝出席品牌活动 一席冰蓝礼服、贴头皮盘发、美出新高度 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时尚的偶像代表 这次亮相的造型简洁大方 展现出他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冰蓝色的礼服配以精致的设计 尽显奢华优雅 与他清新的气质完美融合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而贴头皮盘发的造型 更是凸显了他的气质与风采 使得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高贵典雅 他所展现出来的自信与大气 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出色的外表和气质 更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充分了解和自信心的展现 他在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 无论是服装搭配还是发型造型 都能够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